为了台湾人民安全 台积电也加入捐疫苗的行列 董事长刘德英与郭台铭共副总统府 三方讨论细节 如今传出好消息 台积电与鸿海跟永林 发布联合声明 证实完成疫苗采购签约 支出将近百亿台币 共赠在一千万剂BNT疫苗 最快九月底运到台湾 民众感到兴奋 然而却有企业苦哈哈 国产高端疫苗 六月十号解盲成功 政府也签约购买 股价一连涨停好几天 然而进行疫苗爆棚的消息 影响了国产厂商的股价 十二号高端跌了 百分之二点九三 其中联雅要更夸张 开盘一百六十六点五元 开低走低一路下探 中厂收在一百四十六点五元 跌幅高达百分之十四点二四 其实这档股票真的是他受到消息面的影响非常大 所以造成他的股价非常动荡不安 我觉得最好是避开一些 因为这就好像是一个大人在玩的游戏 那实在不适合我们小散物进去 生机股受到消息面影响剧烈 以联雅药而言曾经占上三百元大关 短短半个月股价腰斩 像是台塑生医持有一点三万张 获利大幅缩水二十四亿元 第二大股东被冲击 更别说小散户 进场投资前可得仔细思考 参全许之雄方向特别道